这是龙当当看着面前的圣骑士 有些迟疑着问道 玲卢,听说过吗? 圣骑士问道 嗯嗯 龙当当点点头 圣骑士接下来描述了一下玲卢的来历 基本上和之前魔法圣殿那位的描述差不多 这是圣隐玲卢 其实圣殿给你准备的礼物 玲卢的种类有很多 每一种都有自身特性 玲卢本身也是分级的 但越强大的玲卢 在使用时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这圣隐玲卢在已知的87种玲卢中排在大约第36位 但它的稀有程度 却足以和排名前十的玲卢相比 而且因为曾经有一位大能的第一个玲卢就是它 所以它的排名大幅度提升过 最早的时候排名应该在60位开外 圣隐玲卢本身没有任何攻击和防御的能力 也无法令你的内灵力大幅度提升 但是它的可进化程度却至少有三次 足以和排名前20的玲卢相比 而它对于我们骑士来说 却有着极大的作用 在使用圣隐玲卢的时候 能够让你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 使敌人只攻击你自己而不会去攻击你的伙伴 除非将你杀死或者你自行中断圣隐玲卢 否则它就只能以你为目标 或许你现在还无法理解这其中的奥妙 但你以后一定会明白它的作用有多么巨大 同时圣隐玲卢最大的好处在于 它本身是最罕见的无属性玲卢 不但不会在使用过程中对你的身体产生负荷 同时消耗的灵力也相对很少 更不会影响你以后吸收其他玲卢 因此圣殿将它选做你的第一个玲卢 希望你能喜欢这份礼物 至于它以后能进化出什么其他能力 只能靠你自己去摸索 还有你要牢记 灵卢并不是万能的 并不是越强大的灵卢就越适合你 排名前十的灵卢 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施展 有些代价甚至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灵卢的数量也并非越多越好 一定要有详细的判断之后 才能决定是否融合新的灵卢 龙当当问道 圣骑士大人 那每个人能够融合几种不同灵卢 不知道 从理论上来说 没有数量限制 但是 灵卢与灵卢之间很容易产生冲突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那么对于融合者就是九死一生 已知融合灵卢最多的是五种 但并不是说融合灵卢越多就越好 灵卢是需要通过不断努力来进化的 一个进化后几次的灵卢 威力甚至要超过几个未曾进化的灵卢总和 龙当当继续问道 您刚才说这圣隐灵卢是五属性灵卢 也就是说 我如果已经有了一个灵卢 也能够融合它是吧 无论是什么灵卢 圣骑士被他问愣了 你已经有灵卢了 哪来的 龙当当有些腼腆的道 昨天魔法圣殿给的 魔法圣殿给了你灵卢 圣骑士的声音顿时就拔高了几分 龙当当有些羞涩的道 是的 魔法圣殿来给我歌颂补助 带来了两个灵卢让我哥挑选 我哥选了圣连灵卢 另一个圆窝灵卢 他们就让我试试 说是有可能帮我将 先天灵力提升到就是以上 我就吸收了 圆窝灵卢 圣骑士的声音更加高亢了 你吸收成功了 龙当当点点头 一下就成功了 影响吸收咱们的圣隐灵卢吗 圣骑士沉默了 眼神有些阴晴不定地闪烁着 你哥是什么天赋 他突然问道 龙当当道 比我差点 先天魔法灵力84 圣骑士愣了愣 旁边的围火道 他们家这算是一门双龙 确实如此 都是我们学院的天才 魔法圣殿 这是要干什么 圣骑士有些恼怒地自言自语道 龙当当试探地问道 圣骑士大人 那我还能吸收这圣隐灵卢吗 圣骑士此时已经恢复过来 当然可以 这样吧 你先将圣隐灵卢吸收了 这周末 你带着你哥来一趟腾龙城骑士分店 距离周末还有三天 龙空空在心中计算了一下 圣骑士道 你谨守心神 我现在为你融合灵卢 每一种灵卢的融合方式都不同 以前融合灵卢最基础 也需要三阶职业者 也就是灵力达到两百以上才行 但经过圣殿多年来的不断尝试 每一种灵卢都已经有了详细的对应灵力 圣隐灵卢的要求就是一百点左右 你的内外灵力相加足够了 一边说着 左手闪烁之间 已经先后在龙当当胸口处连点四下 四点白光出现在那里 龙当当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被贯穿了一般 内灵力瞬间被引动 圣骑士拉起他的右手 一点筋芒小心地划破他的指尖 挤出一滴鲜血 鲜红的血液在圣骑士的灵力承载中飘荡而起 轻巧地落在圣隐灵卢之中 顿时原本释放着柔和光芒的 白色小顶炉绽放出夺目光彩 一道白光迅速从其中释放而出 落在了龙当当胸口位置 温热的感觉刺激着 他全身所有毛孔在瞬间张开 体内正盘旋的内灵力 也是瞬间向周围扩散开来 就像是一个入侵者 要进入自己的身体一般 白光闪烁 小小的白色顶炉就在这道白光的牵引之下 徐徐飞到龙当当胸口处 一点点地向内渗入进去 原本的温热瞬间变成了灼热 就像有烙铁烙印在了自己胸口上一般 龙当当牙关紧咬没有吭声 他体内的圣莲灵卢受到刺激 甚至有种要释放的冲动 却被他用意志力强行压制着 幸好 这份灼烧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几次呼吸之后 那白色的小玲颅就已没入他体内消失不见 淡淡的白色光芒 在龙当当体内荡漾开来 使得他皮肤表面 渐渐浮现出一层淫润的光泽 龙当当只觉得无数炽热的能量 从自己胸口位置扩散 扩散到身体每一个角落 也包括他的大脑 无数玄傲的智力 也伴随着这股炽热的能量 涌入脑海之中 胸口处伴随着光芒闪烁 会不断出现一个个小玲颅的印记 这是圣隐玲颅与龙当当融合的过程 以鲜血为引以灵力为美 让这天地精华凝聚而成的神奇灵卢 彻底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圣骑士脸上流露出满意之色 融合得非常顺利 很不错 不过圣隐玲颅融合 需要消耗你大量的先天灵力 你的总灵力在一段时间内会有所下降 需要靠你自己通过修炼 重新提升回来 龙当当问道 是所有灵卢融合的时候 都会让灵力下降吗 圣骑士摇摇头道 这倒不一定 每一种灵卢都是天生天养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不同特性 都是独一无二的 好了 不影响你待会儿去上课了 记得周末带你弟弟来分店一趟 是 圣骑士走了 微火直接带着龙当当去吃了早饭 然后回到班里上课学习而去 而此时此刻 另一边 魔法学院一年级一班的班主任 此时却正在龙当当的宿舍门口 因为今天龙当当 或者说是替换的龙空空没有去上课 站在宿舍门外 似于抬手正要敲门 突然间 他仿佛感觉到了什么 不禁醋了醋眉 他本身是五阶魔法师 精神力相当不弱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此时从宿舍内 不时传出一股奇异的吸扯力 那吸扯力不是针对物体的 而是针对空气中的天地原力 距灵阵 不对呀 距灵阵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连自己在宿舍外都能感受得到 但他可以肯定的是 自己的学生这会儿 肯定还是在修炼的 难道说他才出学 就已经进入到了入定状态 还是深度入定 这种时候 肯定是不能打扰的 想到这里 思雨没有敲门 为了确保自己这位天才学生的修炼安全 他甚至留了下来 守在门口 而这一等 就是一上午的时间 直到日头接近天空正中 房间内的红吸感 才渐渐消退 时间不长 门开 换上了一身魔法学院校服的龙空空 从里面走了出来 咦 美女老师 一出门 龙空空就看到了思雨 您是来接我上课的 魔法学院的待遇 这么好的吗 思雨看着他 不禁眼前一亮 龙空空的眼眸格外明亮 神丸气足 甚至还有几分精华内敛的味道 这分明就是一次非常充分 并且效果极佳的冥想之后 才会有的效果 心中不禁暗暗赞叹 不愧是天才呀 在其他同学 还在摸索冥想感觉的时候 人家都能完成深度入定了 你看看都几点了 思雨说道 嗯 抬头看看天色 龙空空不禁挠了挠头 刚想说点什么 突然想起龙当当的叮嘱 这才道 老师 那我们赶快去上课吧 现在是午休时间 上什么课 我先带你去食堂吃饭吧 思雨说道 好啊 我还真饿了 圣殿学院内每一个分院都有专属的食堂 当思雨带着龙空空来到食堂的时候 魔法一年级一班的学生们也正聚在一起吃着午餐 圣殿学院学费昂贵 但伙食还是相当好的 每周上课五天住校 周末是可以回家休息两天 然后再来上课 如此循环 思雨带着龙空空打了饭 来到同班同学们这边一起用餐 龙空空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 看着明显阴盛阳衰的局面 险些笑出声来 太美好了呀 这才是上学应该有的样子嘛 总比骑士学院那边 雨雨风风花花叶叶 年年暮暮朝朝好多了 老师好 看到思雨来了 同学们赶忙问好 别起来了 继续吃饭吧 嗯 今天上午 龙当当同学因为进入了深度入定 所以没来上课 下午一切照旧 哇 你已经能入定了吗 龙空空刚坐下 身边一名相貌娇俏的女同学 就双眼反光地看着她 你是怎么入定的呀 我昨天睡了好久都不行呢 龙空空得意的道 就跟睡觉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样 然后就好像睡着了似的 但是真舒服 醒过来之后比睡觉还美滋滋 那你能不能教教我 那女同学问道 可以呀 没问题 龙空空性格一向跳脱 满口答应着 对呀 你也教教我们呗 坐在对面的一名男生 也立刻说道 龙空空翻了白眼 刚想拒绝 却突然记起 昨天龙当当的针针叮嘱 这才咳嗽一声 按照老师说的就是了 思雨道 初学者的冥想感受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殊途同归 最终都要进入入定状态 才算是成功 龙当当 下午上课的时候 你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昨天进入冥想状态时的感受 给大家一点灵感 感受的同学们 尤其是女同学们的目光注视 龙空空顿时有点飘了 没问题 让我带大家飞 这天下午的课 对于龙空空来说 可以算是她有生以来 最认真的一次 当她给同学们 讲述了自己冥想过程之后 大家统一的反应就是 天才的世界我们不懂 吃了晚饭 龙当当和龙空空 在魔法学院的宿舍聚集 龙当当把今天 其实圣殿给的东西 包括储物戒指 都给了龙空空 哥 我能不能就跟你彻底换了 以后我就在魔法学院这边了 我觉得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的学习积极性 极大程度地提升了 你不知道 当你同学们用崇拜的眼神 看着我的时候那种感觉 真的是 龙当当黑着脸 昨天怎么说的 说好的低调呢 嗯 我也想低调啊 可实力不允许啊 对了 笔记给你 一边说着 龙空空拿出来六个样子 各不相同 但明显都很精致的笔记本 怎么这么多 龙当当精了 龙空空得意洋洋的道 当我跟女同学说 我想要借她们的笔记 抄一下的时候 大家都表示愿意借给我 我挑了六个最漂亮的 嗯 包括同桌 那个叫爱夏的姑娘 我决定了 明天再去上课的时候 从颜值 声音等各个方面 给她们打个分 抬个序 哎呀 真是太美好了 龙空空 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好 好 谢谢你